病例飙升 指挥中心也宣布 辉瑞口服药目前已经有18万人份抵达台湾 日记在今年的第二季内 就能够完成70万人份的交货了 那么辉瑞口服药目前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说是被很多单位都认为 是比较有效的来药物 不过有十大类的药物 包含了阵痛药 抗心率不准药等等 是绝对不能够跟它共用的 另外还有35种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 出现不良副作用 所以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另外最近很多的民众都买不到快筛试剂 指挥官程中也保证在5月2号之前 就会有将近3000万份的进口快筛试剂 抵达台湾 本土病例创新高 但不少民众反映出现症状 担心会染疫 刨片药局 却都买不到快筛试剂 国产的现在大概一天的生产量 大概是28万到30万 可是实际的出货量看起来也没那么多 指挥中心保证 4月底会有780万剂的 雅培快筛式机到货 5月2号也会有2100万剂的 罗氏快筛底台 陆续会进货千万剂快筛 另外辉瑞口服药也都已经陆续到货 18万人份的药物底台 那我们希望这整体70万 在这两剂内都能够完成交货 不过健保署特别提醒 辉瑞口服药绝对不能跟10大类药物合并使用 像是阵痛药抗心脚痛药抗心率 不诊药和安眠药等等 另外跟35类药物也会产生交互作用 包含止痛药抗癌药抗筋卵药 荷尔蒙病运药等等 而这35类药物市面上就有1208种药品品项 民众同时服用的话 都会出现不良副作用 它是一个带反面移植剂 但是它这个会透过肝脏代谢 所以很多药物也是透过肝脏代谢的 就可能会受到干扰 所以会让这个药物本来是 比如说是24小时就可以排掉 它可能是会排不掉 而会有一些副作用 就担心用药安全 健保云端查询系统将会新增 辉瑞口服药的交互作用主动提示功能 提醒药室开药室多加留意 民众如果本来就有特别用药 也得主动告知 避免抗疫不成还出现反效果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